各位同學,接下來我們要講的是二次不等式 那二次不等式的話,它有基本形態 AX平方加BX加C大於等於0 跟AX平方加BX加C小於0 其中A要大於0喔 那老師在這裡做個說明 其他的形態都是這兩種的變形,好不好 好,那要解不等式的話 事實上要先考慮等式 也就是題目給你也是不等式 事實上呢,你可以先做等式的部分 就是AX平方加BX加C等於0 那這時候呢,根據我們的國中經驗啦 二次方程式呢 要求解的話,要先看什麼 判別式D等於BX-4AC嘛 那時候各位同學還記得嗎 不是有分三種Case來討論 判別式D大於0,判別式D等於0 還有判別式D小於0啊 那我們在這裡呢,事實上 這個主題討論Case1 然後把Case2跟Case3呢 分成另外兩個主題來討論,好不好 好,那我們就先來看Case1的部分 判別式D大於0 欸,判別式D大於0 各位同學還記得嗎 就有兩相義十根 那我們就求出了兩根 假設他是α跟victa 那把方程式我們就可以改寫成 X-α乘上X-victa大於等於0 或者是X-α乘上X-victa小於0嘛 好,那第一種情形呢 欸,我們就事實上是考慮第一種基本形態 就是如果X-α乘上X-victa會大於等於0 其中呢,我們先講α小於victa 則我們得到的解 事實上是X-α或X-victa 也就是在數線上你標出α跟victa兩點 然後呢 比小的更小的這個區域 跟比大的更大這個區域 就是你的解 欸,各位同學會說 哇,這樣聽 我不是很懂欸 沒關係 老師我就是了解你不懂 所以我們舉個例子 如果是X-4-x-5大於等於0 也就是我們的怎麼樣 基本形態的第一種 它的話 可以做音式分解 如果你忘的話 老師還幫你在這裡做十字教程法耶 好啦 那就X-1去乘上X-5大於等於0 那我們就知道啦 如果把它當作是等於0等式來求解的時候 X的解就是什麼 因為這裡加1這-5 所以解的話當然是X等於-1跟X等於5 那我們不是說了嗎 比最小的還要更小的區域 比大的還要更大的區域 因此就是X-1跟X-5 就是除解的這兩個部分 就是我們的解 好 這時候有同學說 嗯,真的嗎 老師在這裡解釋給你聽 一樣我們做表格 好 你比-1來的小的時候 你加1一定是什麼 負的 你-5的話更不用說也是負的 那這兩個相乘 負的乘以負的會是什麼 正的 我們不是要大於等於0嗎 欸,所以符合我們的第一個區間 這個是對的 第二個 如果你不小心介於-1跟正5之間 我們來想一下 你X加1是正的 沒錯 可是X-5是負的 因為你介於-1跟正5之間嘛 所以你比5來的小 -5的話當然是負的 好啦,正的乘以負的等於負的 我們是X加1乘以-5要大於0 所以不合 好 如果你在第三個區間 也就是X大於等於5的時候 因為你比5來的大 所以你加1當然是正的 你-5也是正的啊 正的乘以正的 當然是正的 欸,就符合我們的條件 因此你落在第一跟第三個區間 好不好 好 第二種情形 如果是X-α乘上X-victa小於0 也就是我們基本形態的第二種 其中α小於victa 則你的解就是什麼 X要大於α小於victa 也就是在數線上 你標出α跟victa這兩點 中間的部分 這個區間 都是你的什麼 解 好 那延續前面的 我們當然要舉個例子 讓各位同學來懂啦 那我們就延續前面的例子 X-4x-5 在這裡我們把它改成小於0 好,各位同學如果忘了的話 老師在這裡還是幫你 放上十字教程法 它可以因式分解成 X加1乘X-5 小於0 好啦 這時候呢 欸,我們先來看圖 跟填我們的表格 跟前面一樣 我們考慮了有三個區間 第一個區間是X-1 第二個區間是X-1 第三個區間是X-5 那一樣我們發現 當你小於等於負1的時候 X加1負的 X-5是負的 負的乘以負的等於正的 不好意思喔 我們這裡要小於0 所以不合 當你落在第二個區間的時候 欸,大於負1小於5 因此X加1是正的 X-5卻是負的 正的乘以負的等於負的 欸,有符合我們條件 小於0 可是當你落在第三個區間 X-5的時候 X加1當然是正的 X-5還是正的 正的乘以正的等於正的 哇,我們要小於0不合 因此我們就知道 我們的答案X怎麼樣 大於負1小於5 那在這裡老師提醒各位同學 解二次不等式的時候 X平方向係數還有大小的方向 會決定你的解是哪一個區間 好不好 X-5